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俄罗斯的奇幻片 美人鱼之死亡狐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据老一辈的俄罗斯人说 后半夜千万不要到湖边下溜达 因为有一只美人鱼在等你 一旦你向他表达爱语 他就会把你拽进水里让你狗的屁 你自救的唯一方法就是献出你最宝贵的东西 狗盛是个意志薄弱的男人 大半夜的不睡觉还在湖边下悬梦 他老婆东眉一看狗盛两眼通红 就知道这孙子是动了真感情 他刚想过去劝狗盛两句 没想到狗盛一头就栽到了水里 被凉水这么一击 这哥们的脑子信心多了 美人鱼一看那能干吗 直接就把东眉拽到水里里面喝汗 多年后狗盛和东眉的儿子铁锤 已经长大成人了 铁锤不仅身体强壮 而且还是一名游泳奸将 自要是一下水 狗袍的速度连狗都黏不上 春花是铁锤的未婚妻 两人大婚在即 正商量着怎么操办婚事 这春花基本上就是一汗鸭子 洗澡都不敢泡尘 让他却游泳 简直是赶鸭子上家 铁锤说亲爱的你别怕 我来不给你护驾 春花说我信你个鬼 我才不喝你们这些臭男人的洗澡水 拴柱是铁锤的好朋友 为了庆祝铁锤即将结束的单身生活 拴柱特意为铁锤安排了一些娱乐活动 到了晚上 铁锤拴柱和一帮狐朋狗友 来到了湖边的小屋狂欢 自打老婆东眉死了之后 狗生就从湖边的小屋搬走了 这哥们儿也不知道怎么想 居然把这个是非之地送给了儿子铁锤 这铁锤也不知道为什么 心情看上去不太好 这哥们儿独自来到湖边 一猛子就炸了下去 美人鱼一看激动的是花质乱产 心想这可真是老子英雄而好害 铁锤扑腾完刚来到岸边 看到一金发美女夏合正在梳头 这夏合不是别人 正是曾魅惑过他爹地狗生 害死他妈咪的美人鱼 夏合这边猛的一发功 铁锤当时就神志不清了 当栓柱等人找到铁锤的时候 发现铁锤躺在地上已经不省人事 而夏合用来梳头的那把梳子 也被栓柱给捡了回去 转过天 春花给铁锤洗衣服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了那把骨香骨色的梳子 自打那晚跟夏合清完嘴之后 铁锤是日渐消瘦 吃饭也没味儿的 游泳也没劲儿的 而且尾巴根还不停地窜凉气 晚上春花跟铁锤的姐姐秋菊视频聊天的时候 春花让秋菊看了那把梳子 跟春花通往话 秋菊翻出了过去的老照片 在他爹地和妈咪的合影中 他看到在桌子上 放着一把和春花那个一模一样的梳子 比赛这天 铁锤刚一下水 夏合就开始发工了 铁锤顿时就东西南北风无情了 要说夏合给铁锤 质责到这个幻象 真的是天衣无缝 差点就要了这哥们的命 铁锤说 最近我总能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自要是违毕 那马上就出现 秋菊说 老弟啊 你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地儿啊 铁锤说是在湖边啊 他还穿着我的衬衫 我被他吸引了过去 还差一点跟他闷那蜜了 春花一听 可气得不清了 站起身是扶酒而去 铁锤急忙拔掉针头去追 夏合一看又开始跳背导弹 把铁锤折磨得是死去活来 春花秋菊和川柱一商量 认为铁锤是在湖边出的事 要想救铁锤 那就必须还得回到湖院 转场之后 三个人带着铁锤前往湖边的小屋 半路上秋菊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于是他们改变方向 直奔秋菊和铁锤的爹地狗胜家 那么多年过去了 狗胜依然没能从他老婆 东北死去的阴影中走出 当听说自己的儿子铁锤也遇到了夏合 狗胜当时就吓尿了 狗胜说当年我是在湖边遇见的夏合 他问我爱不爱他 我这人一身正气 当然不会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 之后夏合开始不断的骚扰我 后来你们的妈咪找到了一种对付他的办法 可那个办法不仅没用 还彻底把夏合给惹毛了 夏合当时猛的一发工 你妈咪的气氛就杀了清了 从那天起 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我每天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夏合 要死要活的 听完狗胜说了一堆的废话之后 四个人开着车来到了湖边的小屋 秋菊说你下去寻不寻 看看下面到底有什么猫腻 拴住潜到水里一看 发现了夏合的墓碑 这哥们刚打算上盘 突然就被夏合拽出了脚锅子 幸亏这拴住是游泳尖将 不然就交代 春花在仓库里瞎溜达的时候 突然产生了幻觉 他看到铁锤的妈咪东梅 正在对着镜子倒高 可当东梅一扭头 当时就把他给吓尿了 自打来到小屋之后 铁锤的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拴住上来之后 开始和秋菊一起下分析 秋菊说夏合当年很可能是自杀 所以才被埋在了湖边 后来这里修建大坝 湖水上涨 把夏合的坟沉到水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很有可能是咱拿走了 他的这把梳子 所以惹得他不高兴 要来索取铁锤的命 为了安抚夏合那颗受伤的心 春花决定按照 都梅当年的方法 举行一个仪式 把梳子还给夏合 拴住在门口瞎溜达的时候 夏合突然出现 作为一只单身狗 拴住看到夏合之后 激动的是浑身发抖 春花在地下室里 举行仪式的时候 终于发现了夏合的秘密 原来夏合有一个 叫大头的未婚夫 这个大头是个夫妻汉 跟夏合山盟海誓之后 突然又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 爆脾气的夏合 一怒之下杀了大头 然后就跳河自杀了 春花以为夏合拿走书子之后 这事就结束了 可没想到夏合 依然是不依不着了 几个人刚准备离开 突然车又打不着了 拴住被夏合迷惑之后 这头也蒙了 身也瘸了 整个人看上去是一脸的蒙蔽 修好车之后 铁锤突然发现拴住不见了 他刚来到地下室 夏合突然一个恶果故事 差一点就把铁锤给带走了 这三个人也顾不上拴住了 虚晃一招就打算撒子撩 可刚跑出没多远 这车就泡毛了 铁锤下去修车的时候 这夏合开始使用超能力了 很快这车里开始进水 铁锤是进不去 春花和秋菊也出来 自打拴住当了铁锤的垫背之后 铁锤的身体确实比一件强了 而且智商慢慢也恢复正常了 春花说 咱不是已经把梳子给他了吗 为啥还缠着咱不放 秋菊说 估计是咱弄错了 毛病不在树子上 铁锤说他要的还是我 我不死他永远没完没了 随后铁锤来到了湖边 跟夏合见了面 到了晚上 铁锤和秋菊的爹地狗胜 突然开着车来到小屋 自打俩孩子走了之后 老爷子心里是七上八下 经过慎重的考虑 狗胜就能豁出去了 而秋菊为了救自己的弟弟铁锤 居然把春花给绑了 秋菊说夏合 你把春花带走 把弟弟还给我 春花说 大姑姐你就是个混蛋 你怎么能这么干 秋菊说 当年我妈咪用自己的命 保住了我爹地的命 所以现在只能用你的命 换我弟弟的命 这个时候 秋菊的爹地狗胜突然出现了 狗胜说 你这样做根本就没用 你妈咪当年是自愿献住生命 你不能强迫他呀 哎呀 这开头我看了好几遍 也没看出都没是自愿 竟跟着吓扯蛋 父女俩正煽情的时候 夏合突然出现 正所谓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瓶堆着水的二拨头 故有重逢 狗胜激动都不行 夏合一看狗胜都老成这样了 根本就提不起进去 嗷啰一嗓子扑过去 就打算把狗胜置于死地 几个人在搏斗的过程中 春花无意中发现 头发是夏合的死穴 为了救铁锤的命 不会水的汉鸭子 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 紧接着是春花和夏合的一场重播战 时间不大 春花就把夏合的头发给剪断了 哎呀 这汉鸭子比水鬼的水性还好 难道这是爱情的力量吗 春花上岸之后问铁锤 这个时候他明白了 此刻站在他面前的春花 其实是夏合变了 铁锤突然来一冷布房 剪断了夏合的头发 夏合挂了之后 铁锤跳进水里 把春花给救上 虽然这春花的水性不太好 但这肺活量可不大 影片的最后 铁锤开着车拉着春花不加 看春花出头这动作 八成是被夏合给附了身子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鸭心吧 爱情来了很甜蜜 走了也别太生气 天涯何处芳草 这可不行咱再找 好